我們究竟下一個提琴是什麼呢 來 一起來看 愛台灣啦 愛台灣 那這裡是都立出戰囉 你要出戰喔 好 都立 好 老帥清真 那孟多隊 你要嗎 還是你要我嗎 我去 兩方請秘密下注啦 我們先看孟多隊這裡 好的 五搶三 然後呢 最低是五千 上線縮 也不要太多 這樣呢 還是要再多 OK啦 可以吧 OK 有超過低消了啦 哥 消費 好 可以了 我覺得差不多了 我對杜力其實很有信心 你認真啊 真的下大注耶 我對杜力其實很有信心 好了 壓力 我對你下這麼多 杜力都不值這麼多錢耶 我對你超有信心 就這樣了 好的 兩方都已經下注完成了 是 主帥對主帥 會有神任的題目考驗他們呢 請出題 老衛們來台後都很羨慕台灣有許多24小時營業的店家 請問台灣第一家24小時營業的店是什麼店 A 超市 B 豆漿店 你到底幹什麼你 他很有把握 只聽完AB他就搶 沒有 因為我 我腦袋想的東西就出現了 你有腦袋嗎 你有腦袋嗎 我有腦袋 而且你腦袋想的東西能播嗎 有 可以 因為就是台灣人就是那個吃早餐很早吃 然後那個早餐店裡面的東西就是當作下午的東西 然後都是可以宵夜 所以我的答案是 B 豆漿店 謝謝 恭喜 是沒有教嗎 答對 夢多 加油 太厲害 太厲害 這樣不是打 那是真的 對啊 是 60到70年代 台灣人對於棒球非常的狂熱 他們的作息都被中華哨棒的世界比賽影響 因為時差的關係結束的時候通常已經是凌晨了 凌晨開始營業的豆漿店 就成為大家看完比賽最佳去處 後來生意越來越好 變成24小時營業 也成為台灣第一家24小時營業的商店 原來第一次 就宏夜哨棒那個時候開始 太厲害 恭喜 夢多拔得頭籌啊 對 能不能繼續保持下去呢 應該 可以 請看下一題 台灣的全民健保世界有名 無論一般看醫生或看牙 都包含在健保範圍裡 請問 根據健保局規定 持有健保卡的小百合 多久可以用健保免費洗牙一次 太簡單了 三個月 B 半年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怎麼不知道 這太簡單了 這個太簡單啊 你看我牙齒那麼白 有代言牙膏 而且我以後會代言那個黑人牙膏 對 所以我就是每年固定看牙醫 是 每年固定看牙醫 看了兩次 而且每一次都是好像一百五十塊這樣子 我覺得台灣健保非常棒 謝謝你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 B 一年兩次 半年啦 半年一次 一年兩次 跟半年還不是一樣 對 哪里說一次一百五嘛 對 所以我們的健保資源都被你們浪費了 沒有 什麼意思 OK 所以你是半... B 半年 恭喜 答對 答對 YES 她是真的有在看啊 繼續囉 好的 下一題請出題 這分段式搶旗是幹什麼 什麼意思 尿多請做答 不可能是A啦 112是什麼東西啊 連聽都沒聽過 手機完全沒訊號的情況下來了 沒有訊號 緊急電話是不是 緊急電話 對啊 好像112耶 也像112 1104警察嘛 11945 好像112也像110 是不是也像119 OK 最後我的答案 算了 1... 在11019 到底 我的答案是A12 謝謝 恭喜 恭喜 答對 大隊 她剛剛很像112什麼東西 大隊 大隊 什麼東西啊 我就跟你講 她真的很幸運 對啊 對啊 真的很下流 112是什麼 112就是行動電話緊急救難號碼 在全球各地有基地台訊號的範圍內均可撥打 哇塞 那麼這個必須知道的 這個很厲害 這個必須知道的 以前用手機直接打110或119的時候 大家會告訴你說請打112 對 你會接不到那個 是喔 現在好像都可以直接通了 我都不知道 了解 目前夢多隊2比1 暫時 而且居然是夢多理心 真的耶 所以夢多隊你們這邊還有一題 答對的話 你們就贏 天啊 夢多 不可能 夢多 不可能 你看 他每一次答對都是用猜的啊 對啊 杜博你到底在幹嘛啊 我每次回答都是 我是用心 用腦袋來想的啊 你們要換人嗎 杜博 要不要換他下來 要不要換他下來 考慮一下 可以 我覺得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OK 邵俠說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給我一次機會 上次是賀邵俠求別人給他機會 對 現在他在給別人機會 真的啊 再給我一次機會 老闆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已經給你太多機會了 再給我一次機會了 真是限制爆啊 這邊已經蹭蹭追擊了吧 對啊 一定的 他運氣好好 好的 那一起來看下一題 在外國人眼中 音樂垃圾車一直是台灣的一大特色 請問為何垃圾車會用給愛麗絲這首歌 A 垃圾車的原裝裝 原裝配備 B 當時流行這首歌 C 人民投票決定的 杜博請作答 為什麼會有這種 當然當時不可能是流行這首歌 這首歌是很久前的歌曲吧 那垃圾車願意配件 那我覺得這一首歌一定是 因為台灣都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而且是全世界最棒的民主國家 第二名 因為第一名就是美國嘛 好 那那個 我要講的是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C 恭喜 答錯 答錯 請交回旗子 哇 夢多加油 夢多看你的運氣囉 就是這一道了啦 怎麼就是這一道 就這一題你贏就贏啊 那就 就這樣吧 輕鬆的 我的答案 A 輕鬆就輕鬆 誰叫你贏泡啊 輕鬆為什麼是欠揍的樣子啊 我不懂耶 惹人厭 垃圾車原裝配備 對啊 鎖定了嘛 鎖定啊 三位隊友 是A嗎 原裝配備 我覺得是B耶 我覺得有可能他們沒來 因為你說現在流行 這三位隊友 我覺得 我為什麼要Cue他們 我覺得 白問 我覺得 因為我們會 我們會用流行歌 然後做某一件事情 當成主要的主題曲那種 沒有 沒有 你要去思考一下 我們有很多車 尤其是那種大貨車 它到車的時候都會有音樂 都是原裝配備 都是原裝配備 但也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 當時流行這首歌 所以才變成原裝配備 對啦 都有感覺 是沒關係 怎麼會流行這首歌 太久了吧 答案是 A 恭喜 答對 哇 好厲害 運氣真的很好 真的 真的很好 1968年 NICE 台北市垃圾車輕運工作 步入新的階段 第一次 從德國進口了21台垃圾車 當時購買的這些垃圾車 本來就配有給愛麗絲這首歌的音樂 所以一直沿用到現在 OK 那現在這一局呢 恭喜夢多隊3比1 破勝 我們要來結算囉 來 杜力 你知道你的隊友壓了多少嗎 沒事啦 一萬 兩萬 他壓了兩萬七 什麼耶 全部被吃掉 你們太勇敢了吧 然後你再 然後你再聽看看 夢多隊下了多少 等一下 欸 欸 100 200 喂 7000塊錢 對啊 我們完全不覺得 你只有我們的零頭而已啊 因為 夢多你們的覺得就是炮灰嘛 沒有 因為他一開始玩得很保守 我覺得這個方法不錯喔 夢多不要怪我 我還叫他們多加一千塊 就多加一千塊 對 你要不要喝點琵琶糕啊 要 好 7000塊錢 恭喜喔 哈囉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